一块骨头 汪汪狗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肚子很饿。 它跑来跑去,到处找食物。 汪汪狗来到一座楼房底下, 一抬头,正好看见一个东西从楼上扔下来。 汪汪狗以为是一块骨头,连忙跑过去,张大嘴巴一下子接住,使劲地咬了一口, 只听嘎吱一声,汪汪狗咬不动,赶紧吐了出来。 原来接住的不是骨头,是块石头。 哎哟,痛死我了,差点把我的牙齿都咬掉了,真倒霉。 汪汪狗转身,又在地上找了起来。 这一次,它细心多了,不再去接扔下来的东西,而是在地上慢慢地闻。 不久,终于找到了一块不大不小的骨头。 汪汪狗在骨头上咬了两口,正准备吃。 忽然听到有声音在和它说话。 嘿,汪汪狗,这块骨头一点都不好,把它扔了吧。 汪汪狗抬头一看,是乐乐狗,它笑咪咪地走过来。 你,你怎么知道这块骨头不好? 我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肚子很饿很饿,我不扔。 你看,这块骨头这么小,味道肯定也不怎么样。 汪汪狗看了一眼地上的骨头,骨头确实不大。 想起刚才吃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味道,就相信了乐乐狗的话。 嗯,你说的有道理,我不要这块骨头了,另外再去找一块。 汪汪狗说完,真的丢下骨头早了。 它又转了一大圈,找了好一会儿,不但没有找到比刚才更大,更有味道的骨头,就连比那还小的骨头都没找到。 唉,我还是去吃刚才那块骨头算了,这总比没有东西吃好多了吧。 可是,等汪汪狗跑回去吃原来那块骨头的时候,乐乐狗早就把它吃掉了。 哼,你真坏,骗了我的骨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话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